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英特尔与IBM近日共同宣布,双方将合作在IBM Cloud上,部署英特尔高底3AI晶片以提供服务。 而该产品预计将于2025年初推出,可以帮助以更经济有效的方式扩展企业AI使用,并推动以安全性和弹性为基础的创新。 英特尔表示,虽然生成是人工智慧有加速转型的前置,但所需的运算能力强调了可用性、效能、成本、能源效率和安全性作为企业首要任务的重要性。 因此,透过此次合作,英特尔和IBM以降低利用和扩展人工智慧的总拥有成本,同时提高效能的方式,落实企业AI布局。 双方的合作也将在IBM的WatsonX AI和数据平台中支援,GoDi3。 而IBM Cloud也是第一家采用GoDi3的云端服务供应商CSP,该产品将适用于混合和本地环境。 英特尔指出,GoDi3与第五代SEAN CPU整合,支援云端和数据中心内的企业AI工作执行,为客户提供对其软体堆叠的可见性和控制,从而简化工作负载和应用程式管理。 IBM Cloud和GoDi3的合作将协助客户以更经济高效的方式,扩展企业AI工作执行,同时优先考虑效能、安全性和弹性。 而对于生成式AI推理工作执行来说,IBM计划在IBM的WatsonX AI和数据平台中,启用对GoDi3的支援,为WatsonX客户提供额外的AI基础设施资源, 以便跨混合于环境,扩展其AI工作负载,从而帮助优化模型推理性价比。 英特尔数据中心和人工智慧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Justin Houtard表示,释放人工智慧的全部前置需要一个开放、协作的生态系统,为客户提供选择和可用的解决方案。 因此,蔚来将透过将GoDi3 AI加速器和Sea on CPU与IBM Cloud整合,创建新的AI功能,并满足对经济实惠、安全和创新的AI运算解决方案的需求。 然而,尽管迎来新的合作伙伴,但受业绩不加影响,这家美国处理器大厂英特尔在第二季财报会议上宣布,全球裁员超过1.5万人,并减少资本支出,到2025年削减100亿美元资本支出,暂停每季赔息。 不过,英特尔一边在获得大笔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补贴的同时,一边又大规模裁员的举动,也引发了一些美国官员的不满。 今年3月,美国商务部与英特尔公司达成了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初步条款备忘录,PMT,将根据晶片和科学法案为其提供高达85亿美元的直接补贴资金,以加强美国的供应链,并重新确立美国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领导地位。 同时,晶片与科学法案项目办公室还向根据PMT向英特尔提供高达11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,这是晶片与科学法案提供的750亿美元贷款授权的一部分。 英特尔公司表示,计划申请财政部的投资税收抵免,预计最高可达合格资本支出的25%。 晶片和科学法案向英特尔提供补贴的目的,是为了发展美国本土的半导体制造业,同时增加本土的就业岗位。 美国商务部当时就曾表示,英特尔会将资金用于亚利桑那州、新墨西哥州、俄亥俄州和俄勒冈州新厂兴建,创造破万直接就业机会,以及近两万个间接建筑业工作。 英特尔一月初第二季财报低于市场预期,宣布年底前财源超过15%,2025年削减100亿美元资本支出。 而英特尔刚获得美国政府承诺的巨额补贴和贷款不久,就宣布大规模的全球财源15%,虽然不确定美国本土财源比例多少,但影响必然也不小。 据路透社报道,美国共和党参议员Rick Scott表示,英特尔获美国政府约200亿美元补助和贷款优惠,扩大半导体产能,但对英特尔财源与削减资本支出表示不满。 Rick Scott还致信英特尔执行长,塔特基辛格Pat Gelsier,要求详细解释,财源对美国半导体制造复兴计划影响多少,还有财源会使多少美国员工失业。 Rick Scott称,英特尔需解释为何美国纳事人投资数十亿美元,公司仍需财源。 Rick Scott批评称,美国商务部虽然通过补助,但也未提供明确指标,阻止民众税款投资,不服美国制造业和创造就业高标准公司。 在8月初,公布了糟糕的财报及猜测,英特尔正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。 8月底消息,据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,出力其大厂英特尔公司正与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等合作,以帮助该公司度过56年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。 英特尔与这些投资银行探讨了诸多潜在选项,例如分拆产品设计与晶圆代工业务,取消某些建厂计划等。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一直在就各种可能性提供建议,其中可能还包括潜在的并购。 报道称,一些可选方案预计会在今年9月召开的董事会上提出。 消息人士透露,除非逼不得已,否则英特尔不会想要分拆晶圆代工部门。 在此之前,该公司倾向较温和的做法,例如暂缓部分扩张计划。 早在今年6月,英特尔就曾宣布组织架构重组,旗下制造业务,包括现有的自用的IDM制造及晶圆代工业务IFS,未来将独立运作并产生利润。 而在这种新的内部代工厂模式中,英特尔的产品业务部门将以与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Fabulous与外部晶圆代工厂VS的合作方式与公司制造业务集团进行合作。 英特尔表示,新的模式提供了超过数十亿美元成本节约的巨大固有商业价值。 英特尔将把基于市场的定价的模式扩展到其内部业务部门,为他们提供与公司外部客户相同的确定性和稳定性。 英特尔将保持其产品组和技术开发团队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深度联系,保持其作为IDM的竞争优势。 新模式还通过有效地创建业界第二大代工厂,按内部客户的产量计算,可为IFS业务提供的助力,允许外部客户建立英特尔的内部规模并降低流程风险。 英特尔预期分拆制造业务后,2023年可以节省30亿美元成本,2025年将节省80至100亿美元成本。 并且,基于这种模式,英特尔2025年还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晶圆代工厂,代工收入将超过200亿美元。 同时,设计部门毛利率也将提升至45%,营业利润率为20%。 不过,英特尔目前分拆制造业务,还只是组织架构上的调整,依然都还是在英特尔体系内,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分拆到集团体系之外。 引入更多的外部投资,将持股比例降至50%左右,甚至更低。 显然,从目前来看,英特尔并不希望制造业务完全脱离出英特尔体系。 毕竟先进制程晶片制造技术是英特尔的核心竞争力之一,而发展晶圆代工业务也正是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的IDM2.0战略的一大核心内容。 另据CNBC报道,基辛格8月底在德意志银行的加州科技会议举行炉边谈话时坦言,过去几周真的很难熬Difficult Few Weeks,他们尊重市场的批评,公司会勇于面对挑战。 基辛格说,AI掀起的热潮导致旗下伺服器业务表现疲软,对此英特尔仍在努力应对。 不过,他对未来感到乐观,称他们已看到终点线。 基表示,英特尔很快就会发表新一代的AIPC处理器Lunar Lake,这将是史上最具吸引力的PC处理器产品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